西流迎回 群风簇拥的主口村 位于安徽省南部 在村中心有一座以真一命名的古老祠堂 先祖们希望以此告诫子孙 先做人 后做学问 再做事 要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 守正专一 在祖辈做好人走正路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叶家强 是读口小学的教师 在学校他教书育人 在家里也身安教养之道 儿子叶杰读高中时 交友不慎 一天酒后 几个朋友和人打架 叶杰也被牵连进去 我想你怎么和这些人能在一起呢 你现在到学校里是干什么 你是在求学的 求学就像个求学的样子 你走上社会去跟这些社会上的人 搞在一起干什么呢 严厉的训斥不但没有让叶杰改正错误 反而让父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叶家强逐渐意识到 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子有着一份叛逆和倔强 硬性约束就像在墙岸牛头喝水 是不可能让他服气的 于是他改变了方式 主动找儿子谈心 时间一长 耐心的劝导如涓涓细流般 逐渐渗透进了夜节的心里 慢慢溶解掉了抵触情绪 原来总觉得陪你撒谎 陪你逃课或者怎样 这些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他跟我说 交朋友要选择人品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没有什么出口成章或者怎样的 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影响 是无数不可不存在的 其实说真的 就是我父亲给我最好的一个 18岁成人理 真的 叶家强及时地教导 避免了儿子走上歪路 因才施教从点滴做起 是主口人的教养之道 时代的变迁 让人们在教育儿女的过程中 有所放弃 也有所坚持 但唯一不变的 是做好人走正路的育人原则 可恶不变的